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拜登和第一夫人一块联系访问我们德州和Houston 在我们Houston方面 他将会要除了来视察在上个礼拜 严寒急冻的冬季天气 这个冬季风暴所造成的破坏 同时也要鼓励在民众方面要接种冠状病毒的疫苗 拜登和他的妻子吉尔在一个月前上任来 也在为总统的任期当中的第一次面对的重大灾区旅行展开 在现在看得到就是德州受到了在过去这一个礼拜的严重的天候打击 导致广泛的电力中断管道破裂 房屋被水管破裂而淹没 数以百万计的居民没有办法取暖 也没有干净的自来水可以使用 预计在这一次的访问 总统会访问我们休斯顿的食物银行 Houston Food Bank 也会和在当地的领导人会面 讨论的就是在风暴 在久灾的工作 以及在灾后恢复的进程 他会由共和党德州州长 Abbott 就是Grey Abbott会随同陪同 那么总统拜登也计划参观 由联邦政府在NR制公园 所运营的所展开的大规模的 冠状病毒疫苗的接种中心 拜登在礼拜四才纪念他上任以来的 第五千万次COVID疫苗的接种 这也是他在任职一百天 要实现一亿接种的目标的一半 那么随着总统和其他的政要的陪同 那么在我们休斯顿的他会行经的街道 这一定会受到管制的 所以呢某一些道路可能会封闭 或者要绕道 另外呢再一次提醒朋友 如果说你会在今天要搭乘飞机 不论是哈比还是布许机场 因为我们不晓得总统有哪个机场进入 都请您要事先查询你的班次 你的飞机会不会受到影响 或者当地的交通是否会影响到你的行程 好再来呢我们则看到德州的州长 Greg Abbott在昨天说 德州正在研究什么时候 可以解除所有和冠状病毒大流行 有关的全州的一个要求 而且呢即将可以宣布 州长呢在新闻发布会上 他说呢就是有可能 什么要7月起呢 将可以再戴面具的 也就是不是面具 应该是口罩啊 这一方面 他表示呢除了口罩之外 在全德州范围之内有效的命令 还有一个政策就是COVID的患者 七天之内超过了医院容量的15% 那么就会在医院区内就会取消 这样子相关的相关的安置 所以呢到现在呢 在我们过去的这个星期二 我们德州大概只有5.1%的人 接受这个完整的疫苗接种 因为呢在现在 不论是菲萨还是莫德纳 都是要两剂啊 两剂都接种完的 民众在德州 现在只有5.1% 尽管州长对于随着德州 可以提供更多的 COVID疫苗的进展 感到相当的乐观 专家还是说 我们德州距离 要通过疫苗来实现 大规模的群体免疫 这个计划跟变化 是有距离的 还有好长一段路 才能走得到呢 而根据人口普查的数字 在达到许多估计 专家所需的最少要 70%到80%的人口 接种过疫苗 才能够表示达到了 可以达到群体 这个大规模的免疫 这么在现在我们德州方面 距离这个目标还蛮远的 而且现在也没有批准 针对16岁以下 儿童使用的疫苗 而这些儿童就占 我们德州人口的 总人数的23% 而谈到了疫苗 那么大家也会关心 就是第三种 经由FDA 所批准紧急使用的 COVID疫苗 这个就是Johnson & Johnson 这个疫苗呢 这个批准出来应该最快 今天早上就可以批准了 那么它呢 跟莫德纳 以及菲萨尔不大一样的地方是 前来这个莫德纳跟菲萨尔 都要打两剂 而在Johnson & Johnson呢 只需要一剂的疫苗就可以 而它的达到的保护的效力 包括了保护我们接种之后 应该不会有严重的疫苗 或者是说感染 而需要住医院 会得到或者得到生命方面的 这个威胁在这一方面呢 Johnson & Johnson也同样的达到了 在疫苗防疫专家方面的要求 表现相当的不错 所以很快的 或许我们在今天就会看到FDA 那么批准Johnson & Johnson 那么紧急使用 成为在美国第三支 被批准可以使用 对抗COVID的疫苗 好 谈到了COVID的疫苗方面 我们在美国的新闻也看到 在FDA方面呢 则表示 美国Pfizer和德国BNT 共同研发的COVID疫苗 是可以在一般药局冷冻柜的温度下 存放最多达两个礼拜 这一个疫苗原本是需要在 摄氏零下60到80度的超低温储存 但是Pfizer提交的研究显示 疫苗在比较高的温度下 仍然保持稳定之后 现在FDA已经放宽了 他的处放条件 那么再来我们也看到呢 美国的副总统贺锦丽 在昨天在华盛顿特区 在施打疫苗的状况 他也表示 接种了第二剂疫苗之后 出现了一些轻微的副作用 他说是就是需要把脚步放慢一点 那么之后就没有事情了 而美国当局也在今天说呢 两艘在中东执勤的美国海军军舰 出现了COVID的病例 其中一艘已经在巴林靠港 另外一艘也正在驶向同一个地点 驻巴林第五舰队发言人 他表示 两栖船污运输舰 San Diego号 上面就有十多名官兵 是被确诊 目前这个船舰已经在巴林入港了 接着我们再来看 华盛顿方面的消息 美国国会警察局代理局长皮特曼 在昨天就说 涉入1月6号国会暴动的民兵团体 想要在总统拜登发表国会演说时 炸掉国会大厦 尽可能杀死许多人 根据CNN的报道 在美国国会上个月预袭之后装设了铁丝网 而且采取了其他的措施来强化安全 众议员在昨天针对1月6号 维安缺失的听证会上 施压皮特曼提出解除措施的实诚表 而他则表示 执法单位依然担忧已知道的 民兵团体和国情自文演说 直接相关的这一个威胁 接着我们再看的这是 美军在叙利亚东部攻击 亲伊朗武装团体所使用的设施 并且表示美军驻伊拉克据点 最近遭到火箭攻击 而总统拜登这个举动 就是要向在伊朗方面传递讯息 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的组织说 有17名的亲伊朗士兵丧生 这也是拜登上任之后首度的动物了 而美国白宫在昨天表示 总统拜登昨天已经和 沙布地阿拉伯的国王沙尔曼通了电话 重申的就是美国协防 沙布地阿拉伯的承诺 不过也强调了人权的重要性 这是拜登在1月20号就职之后 两个人迟来的首度通话 接着看到美国贸易代表被提名人戴琪 昨天就在听证会上赞同关税是反制中国 由国家驱动经济模式的正当工具 誓言要中国当局遵守先前的承诺 戴琪同时也许诺 美国贸易将采取崭新的方式 美国总统拜登的贸易代表提名人戴琪 在昨天说他也会设法解决波音公司和空中巴士 拖延多年耗费高代价的补贴争议 大西洋两岸针对政府补贴 具争议关系的飞机制造商 已经争议了达16年了 波鲁塞尔和华府是各自寄出 惩罚性的关税 包括了美国在WTO的2019的裁决授权下 也对价值75亿美元的欧洲产品课征关税 在现在美国贸易代表的提名人戴琪说 要终结这两家大的飞机制造商中间的争议 至于在2022年的冬季奥运 即将会要在北京举行 到底美国参加与否呢 共和党国会议员则呼吁 美国要抵制在2022年北京的冬季奥运 在白宫方面则说 白宫还没有对是否参加北京冬奥 做出最终的决定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的呢 这是在共和党方面 美国联邦参议院共和党少数党领袖麦康奈 曾经就1月6号国会大厦暴动一事 谴责前美国总统川普 反而遭到抨击 但是麦康奈则在昨天也说 如果共和党提名川普来搅逐2024年总统大位 他绝对投票赞成支持 麦康奈说呢 预料共和党在2024年总统候选的提名会是公开竞争 不过被问及川普如果被获得提名 是否会投票给他 麦康奈则毫不犹豫地表示了他的支持 最后看到的这是在美国纽约州的州长古墨 遭到前助理指控性侵 越来越多政治人物则呼吁要调查这件事情 纽约市长白思豪也在昨天出面表示 必须要知道真相 首先看到的这是来自巴黎的消息 在现在到格林威治标准时间25号的下午5点半 全球COVID的死亡总数现在统计超过了250万的大关 而在柏林方面呢 许多的德国人在今年初还是在抱怨疫苗短缺 让他们难以摆脱沉重的封城和社交限制 而短短几个礼拜之后却出现 就是抱怨没有拿到他们想要的疫苗 并不是没有疫苗供应或者提供 而是他们没有拿到想要的疫苗 他们认为堆积如山的阿斯特杰利康疫苗 他们不喜欢也觉得不放心使用 所以呢现在这个阿斯特杰利康 倒是上百万剂已经在到货 但是在德国发人问津 而德国人仍然在表示疫苗不够 另外呢加拿大财政部在昨天也说 有媒体报道让人困扰 就是说加拿大退休经计划投资局的总裁 兼CEO跑到中东去打COVID疫苗了 加拿大财政部发言人说 虽然这是一个独立机构 这是不过呢 这个报道是相当让人困扰 联邦政府对加拿大的人民说 现在可并不是出国的机会 好另外欧盟国家达成了共识 渴望在夏天旅游旺季到来前 引进疫苗护照 方便打过COVID疫苗的民众可以出国旅行 欧盟27个成员国举行峰会讨论的相关疫情 会后德国总理梅克尔泽表示 各国对疫苗护照都有共识 相信三个月之内 也就是在夏天来临前就可以实施了 另外荷兰国会通过了动议 认定中国治理新疆构成种族灭绝 中国驻荷兰大使馆则在今天表示 个别议员在大选前恶意炒作 涉疆问题 认为这个动议是蓄意的污蔑抹黑中国 也粗暴的干涉了在中国方面的内政 接着我们再来看的是亚洲方面 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在日本方面 日本因为COVID的疫情在十个都府县实施紧急的事态宣言 原定是到3月7号为止 但是部分的在这个府县将会要提前的解禁 日本方面则研议在解禁之后 大规模的活动参加人数限制将会以阶段性的方式来放宽 由5000人放宽到1万人 另外在韩国也由今天开始进行COVID疫苗的接种活动 第一天累计最少有16800多人完成接种 达全国疗养设施相关入住者 以及员工人数的5.81% 占韩国全国人口的0.03% 印度的外交部长苏杰生也在昨天和中国的外长王毅 透过电话讨论的是双边的问题时 则表示双方应该努力地巩固边境撤军成果 紧速解决拉达克东部中印实际控制线沿线的其余问题 在声明当中 苏杰生表示两人讨论拉达克东部中印实际控制线沿线地区局势 以及有关印度和中国的整体关系 好的朋友们这是带给大家 在国际方面的报道 在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 我们要在这一同关心来自两岸方面的重要消息 中国方面的新闻 第一个看到 欧盟官员呼吁中国允许他们派员到新疆 进行有意义的访问和调查之后 中国外交部在今天强调 访问团不应该是有罪推断式的调查团 反批欧盟方面提出了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包括要求会见被判刑的罪犯在内 另外在COVID的疫苗方面 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昨天火速的批准了两款COVID疫苗的副条件上市 使得获准在中国上市的相关疫苗增加为四款 而且全部都是国产疫苗 昨天批准上市注册申请的疫苗 分别是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的灭活疫苗 以及康西诺生物公司重组病毒疫苗 再来我们看到的呢 这是在中国大陆 由3月12号起将会实施 邮件快件包装管理办法 要求的就是基地业者注意节约环保 禁用不可分解塑胶带等一次性的塑胶制品 优先采用可以重复使用一回收利用的包装物 同时还要杜绝过度的包装 在即将上路的这项管理办法规定 由寄件人自备包装物 不需要寄地企业提供的自备包装物 应当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以及国务院和国务院有关部门 禁止寄地物品和限制寄地物品的相关规定 下边呢在这里看到的是 在中国我们说我们的在这个 炎黄子孙我们5000多年 有5000多年来的历史 那真的是历史悠久 不过以岁数来讲那真的是年纪颇大的 而中国现在年纪越来越大 越来越老了 这个根据中国人社部的统计 在未来五年 中国的老年人口将会超过3亿人 劳动人口大幅减少3500万人 为了因应在现在高龄化的社会 除了要加快改革养老保险制度之外 也研议提出延后退休的方案 中国国务院在发布会上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部长张继南 副部长李中和尤军都出席 根据这一个记录 在现在高龄化和延后退休年龄的议题说 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退休年龄总体偏低的问题 现在显得十分明显 而中国越来越老 官方统计五年内的老年人口 将会超过三亿 下边我们再看到的是在汽车的晶片 针对汽车晶片供应吃紧的问题 中国工信部出售加强半导体 与汽车制造业者的供需怼接 官员说将支持企业持续的提升 晶片的供给能力 加强供应链的建设 加大产能的调配力度 另外在中国的飞弹女专家张金红 现在遭到撤销全国政协委员会的资格 在中国全国两会即将登场之际 张金红则是在24号被撤销了相关资格 而到底是什么原因 在中国的官方到目前都没有透露 下边也看到和台湾相关 中国宣布三月起暂停进口台湾凤梨 因为出口中国占九成 而年产将近新台币15亿元 也影响到台湾的农民相当的影响很大 中国的海关总署说 在台湾的凤梨验出有害的生物 未从源头防范植物的疫情风险 因此才采取了这一项正常的措施 好 下边我们把新闻看一下 在华为根据报道 中国科技业巨拨 华为计划生产自由品牌电动车 今年内可能会发表部分的车款 不过华为方面则否认了 他们计划设计电动车 或者是生产自由品牌的车款 所以对于相关的传闻 华为已经否认 最后则是香港方面 在现在今天是26号 香港当局在今天起 为优先市民群组 包括60岁以上的人士 接种COVID疫苗 那么整个的接种的过程 现在看起来大致顺利 时间在五个接种中心 都有早上的八点 到晚上八点 为登记的市民 那么做接种 好 朋友们 就是来自中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介 在下边焦点转到台湾方面 台北的新闻主播将接报 为大家播报 德州中文台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早安 我是李自立 台湾方面讯息 今天首先为您报道的是 正值凤梨的盛产时节 中国大陆却突然宣布 台湾的凤梨多次剪出戒壳虫 将从3月1号 暂停我方的凤梨输入 针对中国大陆 今天禁止进口台湾凤梨 恐怕冲凤梨的销售市场 行政院长苏仁昌 今天在立法院 接受立委质询时表示 非常的遗憾 也认为中国的举措很无理 苏仁昌承诺 政府会站在保障凤梨农的收益上 让凤梨的产地价格 维持这两年的平均售价 不会让凤梨农吃亏 同时苏仁昌也呼吁国人 多多使用凤梨 支持凤梨农渡过难关 他说 我们一定预期 让翁莱翁 他们的收入 介绍 含过年整年 平均 我们不会让他们吃费 没有问题哦 对 第二点翁莱翁 就不是跟他销售 中国一国 全世界十六国 特国对这种处理 就一定红返 不要做这样的手段 虽然中国 那就对二手 他们两下 中国也没有 怎么可以 找他 但我们 没这么说 总希望 中国叫不来 新任陆委会主委 邱太三 今年首度到立法院 背询 针对中国国台办 日前表示 两岸春暖花开 就是九二共识 邱太三指出 九二共识 在台湾 已经争议了一二十年 陆方过多的解释 引发台湾民众 相当大的反感 这个部分 陆方应该注意 邱太三说 我在就任的记者会上面 大概已经说明过了 基本上 九二共识这个词 本身 我想 不管是各说各外 或是有不同的 这样的一个解读 也要 引发的争议 到现在为止 各位大概都知道 在台湾已经引发 一二十年 这样的一个争议 那第二个就是说 陆方在对这个议题上面 他们在权势权上面 做了过多的 这样的一个解释 那坦白讲 这引发台湾民众 相当大的反感 那所以呢 我想这个也是 陆方应该要去注意到的 立法院新会期 今天开议 行政院长苏正昌 前往立法院 针对COVID-19肺炎疫苗的 整备议题进行专案报告 孙恩昌表示 目前已经确定 可以获得国外疫苗 约两千万剂 疫苗预计最快 今年第一剂开始 陆续的供应 孙恩昌还表示 政府还会持续的 跟其他国内外厂商 卡购 他说 包括由全球供应链 平台COVAX 大概有476万剂 大概在今年的第一剂 可以得到 而 AstraZeneca疫苗 我们购得一千万剂 大概在今年第二剂 可以获得 另外 Moderna疫苗 我们得到505万剂 大概在今年的第二剂 可以取得 另外 卫福部部长陈时中 也是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 今年也前往立法院备巡 朝野都为立委都关注疫苗的议题 激进党立委 陈伯伟关切是否能够提供 不同疫苗的适用族群 跟施打反应等资料给民众 陈时中表示 将会制作疫苗地图 一切都在规划中 他说 整体在这种一个相关有施打的一个总量 跟它的分布 那在我们既有的 现在规划好的资讯系统已经有涵盖 那另外也会做一个疫苗的地图 让一般的民众要施打的时候 选择地区 跟知道那边有什么样的疫苗可以打 让大家资讯能够充分 这都在规划之中了 蔡英文总统今天参拜大职的扶职工 祈求台湾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并期盼大家继续团结打拼 将台湾的经济 国防防疫 社区照顾 公共卫生做得更好 让人民安居乐业 总统还指出 去年对台湾人来说 是一个很具挑战性的一年 但台湾成功地守住疫情 经济持续成长 交出了一张很不错的经济表现成绩单 不仅是四小龙第一名 在已开发国家中的经济成长也最好 总统说 所以这是 我们全民 大家共同团结 努力的结果 那也是我们的市民 给我们保庇 所以我们做台湾人 虽然说我们有很多挑战 但是我们知道反复 我们知道打名 市民一定跟我们骑走会 把我们保庇 大家说对不对 总统也表示 台湾因为防疫成功 经济成长稳定 各方面的表现 特别是民主表现 都受到国际肯定 所以台湾人在国际地位 一直在提升 总统说 国际上越来越注重台湾 尤其是将来的产业的发展 整个区域的安全情势 都需要台湾的积极的参与 尤其是正在行程中的 新的世代的供应链 台湾一定占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桃园国际机场 今天迎接开航42周年年庆 机场公司除了特别制作 桃机专属的徽章跟口罩 发送给清洁保全商业 及出境服务台等 第一线工作人员 一同佩戴 凝聚服务大联盟伙伴的 向心力之外 也以广播抚慰大家 强调将跟全世界 一同度过疫情 迎接美好的明天 机场广播说 各位旅客您好 今天是桃园机场 启用42周年 我们的服务大联盟成员 将佩戴好纪念徽章 在防堵疫情之际 加强机场园区清洁与消毒 提供贴心细心的服务 与全世界一同度过疫情 准备迎接美好的明天 桃园机场公司 欢迎您的历临 并期待很快的 能再次为您服务 肺脏纤维化 俗称菜瓜不肺 患者目前只能够靠药物 延缓恶化 平均的存活期是2-5年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教授 傅玉秀所研发的 期待健职干细胞疗法 获得国内生机业厂商的投资 今天举行技术转移签约仪式 渴望在年底在台湾 进行人体的临床试验 最快三年后可以造福病患 傅玉秀说 签约之后呢 我们就会正式进入到 那个GMP细胞厂 然后去生产细胞 可是所有的从过程到细胞的特性 都要经过卫福部的核准 所以我们该要开始送件 等送件的时间 如果它允许了 我们就会开始 那预估啦 如果顺利的话 我们希望在年底之前就启动 临床试验 随着COVID-19疫情的冲击淡化 企业招募的意愿也提高了 人力银行今天公布的调查指出 超过九成的企业在新春开工之后 有真人的计划 平均预计将释出16.2个工作机会 比例略高于去年同期 在薪资方面 非主管值的平均落在新台币 3.6万元左右 年增幅超过8% YES123求职网发言人 杨宗斌表示 尽管疫情利空出境 招募的比例回升 但是仍然可以看出企业的保守谨慎 他说 企业保守谨慎看待全年事况 招募动作才滚动式调整 不过牛年经济成长率将挑战四字头 因此仍看好劳动市场处于 恃求人状态 特别是科技业 营建业 目前都有缺人情况 中正纪念堂转型方案 和清除蒋中正同向的进度备受关注 速转会副主委叶洪林今天表示 清除同向已经是完成四分之一 但大多数集中在国防部跟退府会 而三军阅仪队是否撤中正纪念堂 也牵涉国防部 叶洪林表示 国防部长邱国正刚刚上任 将会积极的恰请拜会进行讨论 他说 那至于我们先前提到的这个仪队 那把它取消这种致敬式的方式 那希望让这个对威权崇拜的这个元素降低这部分 因为他毕竟还是国防部的主管业务 那如同刚才讲的邱部长新上任 所以这个部分一对该怎么处理 我们会跟文化部一起来积极的与国防部协调之后 希望可以有进一步的回应 我们已经都是一直联系当中了 但是因为要敲到三个部位首长的时间 各位也会知道他会需要一点 那我们会尽快的来加速办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提供给您的台湾方面讯息 我们把现场还给主持人 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